字牙物質 我剛才聽說 我們吃這些字牙物質 會令到腸部產生了剛才所說的字牙物 假設我做完檢查後 發現有蜥蜴 不嚴重 有細粒,剪掉了 我們往後有蜥蜴的危機 是否可以用我之前 原來我吃了40年才有粒 往後應該很耐耐 是否可以有這樣的比例 或者我家裡沒有家族市 或者我家裡生了很多 即是高危 可以這樣比較嗎 後面那兩樣是對的 本身有生過已經是高危 又或者家裡有人有 都已經是屬於高危 反而第一個論據是不對的 由第一粒發生 由出生開始 我40年才生 第一粒就是這樣 然後下一粒 也應該罷稅 原來不是這樣計算的 因為剛才也說了 你可以想像的 就是我們的字牙物 好像塗藥膏一樣 塗在牆壁上 它一直塗 只不過塗得不太均勻 有一個地方特別厚一點 特別厚一點 特別厚一點 所以那裏就先生 但其他地方 你不可以當它由零開始 它都查了40年 所以很多時其實是追著 即是40歲開始有第一次 很多時它之後的第二次 是不可以等40年 而且可以說 若果它真的有第二次 而時間不長的話 我通常告訴它 第三次會離得更快 例如它真的40歲的時候 照到有幾粒吃肉 我叫它三年做一次 三年之後 發現也還有幾粒吃肉 其實很多時它再之後有 其實可能一兩年都已經 會生出3粒吃肉 我想問吳醫生 聽到之後 一說到要切開刀 感覺是有點脅脅的 即是開刀 沒有刀的 沒有刀的 OK 其實整個程序是怎樣的 跟我們手機旁邊的人分享一下 其實整個過程是怎樣的 即是一邊看邊切 是邊看邊切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用的方法 很多時是用電圈切除 即是透過內規鏡 放一個導管進去 導管的開頭是一個合金圈 合金圈在通電後 它就像以前的牛仔 套著馬的繩索 索住 將那個腥肉 由根部開始 整個索斷 由於這個索斷的過程 我們那個索圈是通電的 所以它會一路索 除了切割之外 會將傷口封閉 所以到最後做完之後 其實傷口就同一時間 切除加止血 其實這個病人有甚麼感覺 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它會有甚麼感受 大部份情況應該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的 大部份情況應該沒有感覺 舉個例子 譬如很噁心地說 當你吃了一顆華梅核 進去腸上 你只要3,800個咳咳咳咳 有沒有人會感覺到肚子咳咳痛 真的沒有 西瓜種子吃很多 真的沒有 因為我們的大腸 原來內壁是不會感覺到尖銳的痛楚 即是它沒有直接痛覺神經 它只會感覺到東西撐著 脹 又或者捏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只要我們的切除 沒有令到腸子穿了洞 其實它就不會感覺到任何東西 明白 今天就不會 flu抹 老太貸 還不克服 最馬要安 dipped